第三 庄稼的比喻是一个关于末世的比喻 因为收割 庄稼熟了 代表什么 代表时间要结束了 代表镰刀要来了 代表麦子和败子要被分开了 这是一个末世的比喻 耶稣宣称他的来到意味着庄稼已经熟了 时间已经不多了 收割的季节已经来了 为什么在前面 耶稣和他的门徒们 不按照以色列的定规来禁食呢 比如说今天应该是禁食日 你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呢 在当时的以色列禁食的日子 你知道禁食都是为了表达什么 哀伤 刻苦 己心 披麻呢 门徒 禁食的日子都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悲剧和历史上的苦难 上一堂的时候 彼生长老讲到这个上帝之城里面说 以色列在他的历史上所庆祝的 所庆祝的永远都是指向那一件事 哪一件事 出埃及 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 《月节的羔羊》 我一件这些 我就要越过你们 所以以色列人在他的历史上所欢呼 所敬拜 所赞美的 一直都是指向他们历史当中的那一个大拯救 就是出埃及 那么同样在新约时代 或者是在旧约时代的末后那个四百年当中 以色列人凡是要禁食 都是为了纪念什么 都是为了纪念他们历史当中的那个大灾难 与那一个大拯救所对应的大灾难 就是什么 被掳 以及被掳的最高峰 圣殿被毁 所以每一年都有一些的日子 他们要为此哀哭 他们要为此披麻蒙灰 他们要进食 即使圣殿已经重建起来了 但却不是以色列的君王所建的 不是大魏的子孙所建的 而是外邦的甲王 大西律王所建的 而且圣殿的自圣所里面已经空了 因为约会已经失去了 找不到了 耶和华的荣耀火柱云柱 从来没有停留在那新圣殿的上空 然而呢 在耶稣的时代 从他的先锋 施洗约翰开始 有一个等候弥赛亚的运动 他们都在等候 他们都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他们都在唱那首歌 他们要走进新时代 他在宣告一个旧的哀伤的日子将要过去 有一个全新的日子 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露出曙光了 耶稣宣告说 法利赛人的禁食 还有他们对律法的持守 就好像是蜡烛 蜡烛 我要提醒以色列人 在黑暗时代之前 曾有的光芒 但是现在 现在是吹灭蜡烛的时候 因为太阳已经来到了 阿们 看了太阳如同新囊 出洞房 又如勇士 欢然奔怒 他从天这边出来 扰到天那边 没有遗物被隐藏 不得他的热气 神的儿子 我们的主 大卫的子孙被瞎子 所高声呼喊的 大卫的子孙 被鬼所高声呼喊 认出来的神的儿子 他已经来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新时代 耶稣所行的神迹 和他的宣告的信息一样 像我们宣告一个 彻底被颠覆的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和旧时代彻底的过去 新到什么地步呢 你不能够换汤 不换药 你也不能够把新酒 装在哪 旧皮带里面 因为那个不够新 对吧 你也不能够把旧衣服 拿去翻新 这个世界不是一床旧棉戏 冬天到了 你把它拿去再弹一次 在太阳下面晒两天 不 耶稣来了 他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 他要给你一个全新的你 阿们 这就是他 这就是我们来理解 这个收庄稼的比喻 这个收庄稼的呼召 的前提 这个前提还是在于 如何理解 基督自己 他是谁 和他来 要成就 怎样的工作 如果耶稣只是 一个历史上的 伟大的人物 那他所要带来的改变 就是有限的 造反和抗议 都会带来这个社会的改变 有的时候是社会的进步 很多人会认为 不造反 不抗议社会就不会进步 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 但是耶稣所行的神迹 却表明 他所要带来的改变 在本质上 是超自然的 他所要带来的改变 不是社会进步 不是没有雾脉 而是整个世界的重生 而这个重生呢 是从他的儿女 个体生命的重生 开始的 而他自己 就是这个重生的源头 这是他的 这是死而复活的 医治的神迹的意义 那个管会堂的 雅鲁的女儿 对吧 从十里复活了 如果你说 哇 这就是最大的神迹 天哪 如果我信主 我死了 能够活过来 那你的眼光 还是太窄了 因为他活过来 后来还是要死 死于癌症 死于营养不良 死于肺结核 死于美尼尔斯中恶症 管会堂的 雅鲁的女儿 后来还是死了 他的复活 跟拿撒路的复活一样 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以内的 寿命的延长 对吧 所以基督教信仰 不是关于寿命的 基督教信仰是关于生命的 阿们 你知道这个区别吗 我们来信主 不是求长生不老 你说长生不老 你的梦想太小了 因为长生不老 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以内的 寿命的延长 但是主来是要结束这个世界 是要带来一个新的世界 基督教不是关于 所以病得医治 死而复活 这都是主耶稣自己的 真正的受死 和真正的复活 的果子 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些电影 你不知道前面讲的是前面的 还是后面讲的是后面的 你明白这意思吗 对吧 前面讲的可能是四年前的 后面讲的是未来的 它是穿插的 对吧 他把时空的逻辑颠倒了 后面发生的事 是前面的事情的原因 你明白吗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照圣经所记 从十里复活 这是亚鲁的女儿和拿撒怒复活的原因 这是瞎子看见哑巴开口 得大麻风的被医治的原因 是前面的事 前面是一亚鲁的女儿和拿撒态的影响 这是一亚鲁的女儿和拿撒态的影响